中东地区因为资源和特殊地理位置,而战火频频,最近叙利亚和美军也开始摩拳财长,一场恶战随时可能爆发。 俄罗斯是个不可争议的军事强国,也是最不惧和美国叫板的国家,俄方支持叙利亚军队,也让叙利亚冲突和战情得到一定缓解。 但俄罗斯是不是和事老儿?在叙利亚中主权自然也是有自己目的所在,爆发的政权不是俄罗斯重点保护对象,这样子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。 如果这点不受到威胁,俄罗斯也是会随时准备撤军。 这一点普京总统也明确表示过,毕竟打仗是件劳民伤财的事情,如果能避免就再好不过。 现在世界杯正是俄罗斯火热的进行中,内方也一再向俄势好,标起重返基巴集团。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也算稍有缓和,为了维护自身利益,俄罗斯没必要让埃法的政权和伊朗当枪放。 不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,任何冲突对俄来说都是不想发生。 伊朗在叙利亚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来说是个巨大威胁,一方也对真主党展开了疯狂攻击。 为此,俄罗斯还要求真主党武装尽快撤离。 但是这一要求军被回绝,不知是不是伊朗政府有意而为之。 这个真主党武装曾和俄军在黎巴南边防救发生过冲撞。 还好是利亚政府军前来才化解矛盾,说起来这个真主党武装,也真是让人摸不透,完全不按套路出牌。 在黎巴南边境一处是帮军火库造的炸毁,这样下去,俄方真得可能会用武力强引将其驱逐。 伊朗和俄罗斯关系也开始僵化,将伊朗从续撤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